最近因为某病毒 总会看到一些人在网络上说 中国人 黄种人 甚至是亚洲人被歧视 我个人喜欢透过现象看本质 凡事都有因为所以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您说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盖瑞 这里不卖货 只交朋友 请您多多支持 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废话不多说 上期节目中我们提到了 新加坡的刘一生在英国被袭击的问题 既然我频道的名字叫德传媒 那么凡事基本上都会以传统化为基点去探讨 在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前的5000年里面 中华文化都是先进文明的代表 看看数据就了解了 可能中国的强大远远超乎您的想象 秦朝时呢 由于数据有限也不可考证 我们这里也不能杜撰 所以就从汉朝开始 汉朝时的GDP换算成今天的GDP是多少呢 265.5亿美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它占了当时全球财富的26% 汉朝和罗马帝国当时称霸世界东西方 汉朝则是世界东方的经济中心 到了唐朝的武则天时期 GDP达到了239亿美元 占世界GDP比重的58% 看看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 您知道唐朝的强大了 第二名的东罗马帝国占世界GDP比重只有9% 第三名的阿拉伯也有7% 第四名印度也是7% 在大国邻里为数不多的古代 唐朝可谓是一家独大 世界各地现在还把华人群体生活的地方称为唐人街 接下来重点说一下宋朝 宋哲宗少盛年间GDP的数值是多少呢 40亿罐 约值35200亿美元 占世界GDP的80% 这是中国占世界GDP比例的最高峰 也是中国历史最富有的朝代 西方史学家这样评价宋朝是中国的富有 说东京当时一个堪称门的生活状况 都要比西方同时期任意一个君主都要强 虽然我个人感觉这个手法有点夸张 但是宋朝的实力可见一斑 我们都知道四大名著中有一部叫水浒 水浒描写五大郎住的是二层小洋楼 而且全国各地随便的迁徙 没有户籍管制 它就是一脉吹饼的 大陆那些什么小五毛啊 粉红啊应该好好想一想 你国现在强大到哪了 你都比不上一个一千年卖吹饼的生活滋润 之前我节目中就说过 人比人得死啊 货比货得扔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您说对吗 另外呢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四十个 汴梁 临安 长安 洛阳 南京都是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 这个数字啊大家不好理解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同时期的伦敦呢只有四万人 巴黎呢也只有六万人 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呢 威尼斯也只有九万人 这些对比啊更可见其在全世界的地位 您觉得宋朝人会被歧视吗 由于元朝啊这个时代比较特殊 争议也比较大 我们本着尊重历史的角度呢 就不做对比了 接下来啊说下明朝 在公元1393年 GDP约为339亿美元 在万历时期啊 占世界GDP的55% 仔细研究历史会发现 明朝也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国 而且明朝最著名的就是正和下西洋 在新加坡的环球影城里面的海洋馆 也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正和下西洋时的场景 有兴趣呢可以过来新加坡来看一看 还有啊我也去过几次马六甲 那边呢也有正和下西洋的塑像 维基百科中也写到啊 有学者认为明代时纪汉唐之后的黄金时期 也被称为最后一个可以和汉唐媲美的盛世 这里啊就不多赘述了 时间呢到了清朝 人口啊已经达到了3亿 GDP约为1878亿美元 1700年到1820年 中国的GDP在全世界占比啊 从22.3%持续增长到了32.9% 一直排名世界第一 可是呢也没有达到宋朝的一半 182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7倍 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呢近30年到1870年 中国的GDP仍然是英国的1.8倍 然而大清王朝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 从此啊中华民族也走向了没落 总结这些数据您看出了什么呢 请大家思考一下后面我们做总结 有人可能觉得呀 中国古代的强大呀是军事和经济 可是您看一看现在的中国大陆 GDP已经占世界第二了 军事我们也不用说太多 大家都清楚 可是呢中国人还是被歧视对吗 可见呢中国古时候的强大呀 不在于军事和经济 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正统的中华文化呀 在中国现在已经被破坏在尽了 留下的呀都是一些糟粕 精髓的东西呢已经被彻底抛弃了 我在大陆学的历史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自己的祖先封建迷信愚昧无知 只有宪政权伟大光荣正确 即使他们宣传复兴传统文化也是出于政治目的 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 包括海外的很多孔子学院 基本上学习的都是一些表面的形式上的东西 对于文化的精髓呀一无所知 甚至是批判的 我也是啊出国以后才了解到真实的历史 最牛的历史老师 袁腾飞曾经这样说过 中共的历史教科书真实度只有1% 为了达到给中国人洗脑的政治目的呢 中共篡改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字 妄图断了中国人的根 可是现在很多华人呢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还以为中共就是中国和中华文化的代表 共产党是欧洲外来强加给中国人的 它不是中国 新加坡曾经也深受其害 在新加坡海滨公园我们可以看到反共纪念碑 所以总结来看呢 所有问题的根源呢就是共产党 现在呀中国这个病毒已经扩散到全世界了 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其害 再也没有谁能置身事外 所以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呢 古时候的中国人呢 凡事都讲究礼节 古中国呀被称为礼仪之邦 万国来朝 现在呢看看中共国的巨婴和大妈 在全世界各地撒泼耍魂 这都是中共教育的结果 假恶斗啊是中共的本质 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呢 敬天信神 众德行善 相信善恶有报 中共才是反华的 让华人受到歧视的罪魁祸首 我个人呢 认为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首先得从我们自身做起 认清中共 拒绝任何与中共的合作 重新恢复我们的文化 仁义理智信温良公俭让 找回我们华人的灵魂 我们自己真能做得好了 相信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歧视华人了 到我频道来的每一个观众啊 即使您是来怼我的 大家也是个缘分 有五毛和小粉红说 我要吃什么反共的流量 上来晚了 都被人吃光了 我觉得啊 你们真的挺可怜的 总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看问题 为了一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 伤害自己高贵的这个灵魂 就像我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 不卖货只交朋友 叫醒啊 还在沉睡的同胞和被中共谎言迷惑的云云众生 希望我的节目呢 能唤醒人们心中的善念 能带给每一个有缘人光明和希望 请大家不要忘记留言 订阅打开小铃铛 把节目分享给更多人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拜拜